對民進黨在雙北市的選戰布局 國民黨的臺北市長參選人 蔣萬安是認為 不應該把防疫和選舉 混為一談 而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沒有表態是不是要競選連任 只有回應 歡迎任何人為新北市做事 來到寵物用品展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立刻和寵物互動 並暢傳寵物的相關政策 被問到在上午還沒有確定 被民進黨徵兆參選臺北市長的 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我和行政院長蘇貞昌 共同視察了儘美的設改預定地 寵案安認為是司馬昭之心 民進黨部局年底選戰 推派陳時中參選臺北 德通部前部長林佳龍應戰新北 而信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宜 雖然還沒有宣布參選連任 但受訪時強調 歡迎任何人真心愛新北 為新北做事 努力的做好市政建設 我相信新北市的市民就會很清楚 不管是哪一個縣市 只要能夠創造你好我好 讓我們臺灣共好共榮 我都會下去跟他們並肩作戰 要宣布陳時中選之前 請先宣布誰要來處理 疫情指揮官 民進黨真的要提陳時中嗎 這個很確定我再講 對民進黨的雙北市佈局 欺人的臺北市長賀文哲直言 比較關心疫情指揮官的人選 據年底九合一大選剩下四個月時間 各縣市的參選人陸續出爐 選情將如何變化 備受各界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